今天晚上想分享一个学习版的Q&A 以及多谢你们的问题 我收到接近70个留言 我会尝试回答他们 而且有些问题重复了 但如果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也不用灰心 我其实有定期一个星期开一次Live 在Instagram 而且我每一个问题都回答 以我能力范围我回答就会回答 所以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如果你没follow的话 而且开始这些问题之前 首先讲一下我现在的状况 其实我现在读第二个master's 在哈佛大学 是完全跟双科无关的 因为我本身自己已经有一个MBA 就是双科主修marketing 即是市场学 大部分美国的大学 都不会让你读第二个master's 跟你第一个是相关类似的 所以我现在读的科目 是完全不同的 是比较艺术一些 是IT digital那边的 我现在读的食事学位 是需要读programming coding那些 所以我现在很害怕 因为我一直读双科 所以我完全不懂那边的东西 不过网上也要有很多tutorials 我会努力学习的 希望我可以顺利毕业 还有大家祝我好运 事不宜迟 现在立即开始 而且我会常常看着我的手机 因为问题是在电话里 在这么多科目里面 我最喜欢就是marketing 我假设你在问大学里面的科目 其实我由我学士学位 还有食事学位 我也是有marketing这个major的 但在学士学位我读三个major的 就是marketing finance和management 学生都会选择double major 或者一个minor那些 但当时也比较小 不太知道我自己想读什么 我记得我第一个declared的major 就是marketing 因为我跟我的advisor聊过 后来他觉得marketing适及我多点 后来我读一下读一下 之后加了management 打算double major 但在后来又不知为什么 又想学一下finance 然后又triple major 变成了 后来不过读完之后 我发现其实我在这么多之中 其实也是最喜欢marketing 因为我本身个人比较flexible 而且很creative 我觉得自己也 不想像finance那样 经常对着一些数字 现在讲一下我学业的生涯 其实我本身个人真的不聪明 是真的比较蠢 因为我不是一点即刻明的 其实我从小到大 已经知道这是我的很大的缺点 但我的优点就是我够劲力 所以我将劲保住 我的成绩是不错的 如果我有温书的话 说回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在香港有一段日子 是因为一些东西而分心 不说什么 没有温书 所以那时候的成绩很差 是由第一名 到最后 我温书的方法 就是要休息精神 因为睡足 有精神去温书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本身个人很累 其实也不能进入路 书本上的东西 而且也理解不了 所以我先睡一场好觉 休息好身体 我会喝咖啡 因为咖啡可以帮助我集中精神 因为我本身个人很分心 因为你也知道 玩一下电话 instagram 电脑 youtube影片 所以我会喝咖啡 我也有最爱的咖啡 就是starbucks的中size white chocolate mocha 是我最喜欢的饮品 我精神之后 读书 真的读本书 每个字都读 可能有朋友会看总结 我自己真的不聪明 所以我看了总结 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MC的问题 他可能不会问得那么白 可能会有点刁钻 所以总结那些 未必会知道整个概念 所以我真的由第一句 第一句开始读下去 而且如果不明白 读到识为止 如果不识字 就塗字典 读到两三次 甚至十次 要写下笔记 或者降低它 我以前真的会手写 我觉得手写比打字好 因为会记得多一点 因为你真的每个字都写下去 但我现在懒了 所以我通常用营光笔去选 选低重点 而且真的重点才好选 不要每一行都选 为什么要选这个重点 其实是在考试那天 以及前一天 就是要读你选了什么 所以真的要确保你不要选整本书 选重点 其实很多时候 书可能会有粗字体 可能有解释 你可以选那些 例子我多数都不选 可能我会固定 有时间的时候 可能在考试那天 或者前一天 有时间我才会再读例子 到最后就是 考试那天 或者前一天 读你降低了 或者写下的东西 真的很有用 非常有用 因为你已经 可能不止读一次 可能你读了几次 已经在脑子里面 再读的时候 记忆再会好一点 不懂的话 其实可以google 以及youtube youtube上面有很多tutorial 我其实自己喜欢youtube 因为我喜欢听声 我自己真的不喜欢看书 以及看字 除了课本需要看的时候 平时我没有一个习惯 看课外书 如果真的真的不懂的话 看了google 看了影片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其实可以补习 这个是秘密武器 其实我自己学试学位 完全没有补习 不需要 因为很多东西都能自学到 但我试试学位 我有补习 补过两样东西 就是gmat 那个试 考入试试学位的时候 要考试 因为那些是速成班 类似sat的朋友 所以其实 真的会帮到我 他有一些秘诀 那些 而另外一科 就是经济 我其实经济是差得爆 学也不懂 真的不懂 补习之后 真的 认识了很多 因为立刻可以问 而且我请的 是一对一单单单的补习 所以他会很详细解释给我 其他科目我没有补习 因为全部都可以自学到 好了 这位朋友问 在la uc system 哪一间学院可以读到会计 其实真的不好意思 这方面我不太清楚 虽然我住在la 但是不太清楚 每一间的学校 以我所知 我知道usc 和pepperdyne 是有会计读的 另外 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 那个学校有什么科目 或者有什么majors 其实可以去他们的官方网 之后选你学试 或者是食试 之后他会列出来 因为在美国大学 或者大部份的东西 在美国也是很透明度 非常高的 所以什么都可以看到 学费 还有预计住宿费 所有东西 其实上他们的官方网 是什么都可以看到 如果真的找不到答案 其实可以email给他们 因为每一间学校 都有一个office 会认这些问题 另外也想说 私校和公立学校 在美国和香港真的很不同 在美国家长上他们的子女 是读私立学校的 但是学费预算贵一点 但是可以小班教学 还有对的人数比较少一点 因为公立学校 是很多人 是过百人 所以很多时候 一个教授要教成过百人 可能是分薄了学东西 还有问问题 公立学校真的便宜很多的学费 我猜应该一半或大半应该都有 其实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自己是读私校的 但是如果你在香港 国际学生的话 其实你也要给私校的价钱 而且如果你在这个州住 但在另一个州 读书的话 其实你也是给私校的价钱 希望你们明白我说些什么 我自己真的是 work hard和play hard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 真的很专心 确定我认识 去说些什么 去玩的时候 真的挺瘋的 可以 但是我去玩之前 也会确定自己 做完我的功课 或者起码做了大半才去玩 我不会说先玩了 之后才回去做 因为我知道我玩了之后 我就老了 要休养一下 通常都不会立刻做到功课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 其实只有试过一次被歧视 其实不是太久之前 是很近的 就是我其中一个科学的教授 其实我自己也想不到 美国的白人 正宗 比较老一点的 老一辈 那几班已经讲得亚洲 中国人 因为整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所以说一些 比较racist一点的东西 但是我 因为我本身个人 也不容易发愕 我自己很喜欢讲笑 所以我没有放在心上 做完试后 我考得不错 后来他又没有 他又没有 做什么歧视 讲一些歧视的东西 在堂上 而且最后一天 我们上完那班 他买了这个 中国食物 就是panda express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完全没有投诉他 我其实有想过投诉 如果 我考得不错 如果他给了我坏成绩 不好的成绩 我就会投诉他 其实我本身个人 也不太喜欢投诉 因为我的容忍度 其实也非常高 所以我不会因为某些 小小的事 或者一些事情 而影响到我情绪 所以 另外 有没有被外国人笑过我的英文发音 如何克服 这个我完全没有 反而是香港人 可能说我的 如果你有看留言 都会发现到 我也有拍过一些英文的影片 不是太多 你可以看的 还在 我个人觉得我们很聪明 因为我们不单止 懂我们本身的广东话 懂普通话 还要懂英文 很多这里的人 其实真的只懂英文 可能在加州会懂西班牙文 因为都跟着这个 密西哥 觉得我们很聪明 而且如何克服 其实没有克服 因为在外国 没有外国人取消我的英文 而在香港 其实我觉得没所谓 因为每个人说话的方式 或者他们的口音 其实都不同 所以我觉得听得懂 其实已经OK 而且就算在美国 有50个州 每个州的口音 其实都不同 可能在West Coast 和East Coast 那些口音都不同 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所谓 没有需要特别去克服 成绩不好的朋友 其实就问问自己 有没有用新闻书 你明不明白书讲什么 如果不明白的时候 你有没有上网去做research 那些 或者问问其他朋友 同学那些 而且如果focus不了的话 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找出 为什么focus不了 是不是因为想着玩电脑 或者玩电话 如果是的话就认识了 这些其实真的要靠自己的 这些专注力 那些 而且刚才也提及过 要睡得好 透足精神 我今天当时读书 现在还读我第二个master's 是因为我觉得知识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之前有一句 就是知识就是命运 还有财富 我觉得是很适合的 因为知识是不会走的 一直会在我的脑子里 会令我进步 还有外貌这东西 我也注重的 但是会走的 人会老的 皮肤会差 会有皱纹那些 但是知识只会越处越多 我自己也很喜欢学东西 因为我也不想 原地踏步 整天都是同一个地方 我是有上进心的 我是想进步 再厉害一些 现在生命中最重要的 当然不只是读书 因为我 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 在读书方面 如果真的比较YouTube 其实YouTube 我也觉得是重要的 所以我每星期都会出片 而且这一年希望可以一个星期出两条片 不过先说 我们看我自己的计算 起码一个星期会有一条片 我暂时未知我读完书之后 会留在美国 还是回香港 我真的未知 因为我本身的人真的比较随机 到时看我的工作 和我的另一本 看看在哪里 到时再决定 而且我一定会通知大家 好英文其实不难 只要勤力 就一定做到的了 而英文方面也有分到 写字或者口讲 如果aural的话 真的需要和外国人聊天 或者一些ABC 可能从小到大 讲英文的朋友 同学 什么都好 真的要讲 而且不用怕他讲 不用怕取笑口音 其实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如果你第一步也不做 连讲也不讲 没可能会进步 看剧其实也能帮助 如果你想学一些英式口音 就看一些英国英文的电影 而你想在美国的话 就看一些美剧 因为很多时候 你手写和口讲 真的有点不同 因为很多时候口讲 都比较casual 而且用一些slang 所以可以从这两个地方去学 另外手写方面 这个最好看报纸 看报纸 因为通常写报纸的文笔 真的不错 才可以做到报纸 看报纸可以令你更了解 现在发生了什么 这个社会 看书真的很帮助作文 写字方面 因为写了书的朋友 也是一样 文笔真的要 真的不错才可以写到书 而且你也可以选你自己喜欢那类的书 你也享受这本书 又可以学到他们的文笔 读书应该怎么写 哪一家大学真的要看他们读辩读 我也有推介 可以看US News 是一个美国的网 可以看他们的大学排行表 我建议在美国读书 选选那个网头100的大学 因为在美国真的很大 有很多很多很多家大学 有些大学是不承认的 所以真的要小心点 上一次有研究 美国有四五千家大学 包括所有 CC 四年大学 包括所有 就算承认不承认也好 真的很多 所以建议头100名 就对了 学费住宿的费用 其实可以上你心仪大学的官方网 其实所有都看到的 因为他会估计大约是这个费用 而且真的要看你是吃什么 可能你是住宿舍 可能也包了meel plan 那些 他们很多时候都有价钱 所以你是大约估计到 不过是预松一点 因为 其实去到外国 有时候突然间可能要 坐的士 或者要买辆车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发生 学费是会加价的 只会有加无减 因为可能是货币膨胀 生活水平高了 所以我读的途中 无端端会贵了学费 是不出奇的 是真的完全不出奇 因为平时一个学士学位 都四年 掌学金方面 其实我是合资格的 但我嫌麻烦 比较懒 而且说真的 有很多同学需要 这笔的掌学金去读书 所以我也留给一些有需要的同学 因为掌学金 每一间学校都不同 但多数都是要写一些课程 要apply有很长的application 都比较麻烦 因为我是 功课那些 常常都很last minute才交 我都不会有时间 再抽这个时间去apply这些东西 所以可以看每一间学校官方网页 因为每一间学校都真的不同 我其实没试过学校面试 见工就要 是一定要的 我不知道是幸好还是不幸 但我也可以讲一下 怎样去读这个master 在美国 要考一个试 叫做GMAT 他们其实有两个 你可以选一个 一个是GMAT 另一个是GRE 而GMAT 为何我选他 因为我的数学比较好一点 GMAT比起GRE 比较多数学 所以我可以得到一些分 好像是SAT 但是难版 而SAT是什么呢 就是你中学的时候 考入大学的试 类似香港的DSE 读试学位不单是看GMAT成绩 还要看你的GPA 还有每一间学校不同 有时需要推荐信 还有写这个试试 是大部分学校都需要的 还有每一个学校的题目都不同 是每年都变的 而且要resume 你最根深的一个resume 申请费 每一间学校都不同 最后就是有机会面试 我没试过 在美国读书 大部分的学校都不需要穿校服 除了一些私校 或者一些女校 通常会有这个校服 但去到大学的话 其实是有全女校的大学 但不多 也不需要穿校服 去到大学 食肆 穿蝙蝠 穿什么都可以 在美国读书 其实真的很free 因为我在香港读书 真的填鸭式的教育 很多功课做 在香港 完全睡都没时间去睡 我在香港记得我睡很少钟头 可能四五六个钟 算是很好 有时可能 对 我想起来还挺苛刻的 在美国真的 chill很多 很多时候 你自己可以 随机take多少班都可以 可能take一个break 我喜欢在美国的学校制度多些 在外国怎样管理处理金钱方面 可能你家人在香港 而你在外国读书是怎样呢 在美国其实你可以开一个银行户口 如果你是学生 其实也可以 之后家人可以汇钱给你 或者你可以用一些 每一个学校都是不同的 有些学校是收credit card 有些不收的 但他们会收wire transfer 所以也是看一家学校 不好意思 因为真的有很多很多家大学 所以看哪一家方便你多些 分配时间方面 其实我真的很差 因为我已经开了学三个星期 我暂时未知我应该如何 慢慢研究差不多 因为通常我有一个月左右的适应期 之后会知道哪一天是拍片 哪一天是剪片 哪一天是做功课 或者开live 我是很随缘的 跟着flow 觉得哪一个时间适合我剪片 那些 所以 对 我本身也不是太organized 这个也是我的缺点 在美国读大学 每一个教授 都有不同教书的模式 而且他们的考试也是不同的 所以有些教授喜欢 叫你写课课 你的课程的时候 但也有一些教授喜欢mc 所以真的看你的教授 在香港英国甚至澳洲也是 我也知道好像比较严谨 要一式一样的 那些测验卷 但在美国每一个教授 就算教同一科 都有不同的测验卷 所以我们美国有一个网站 叫做 ratemyprofessors.com 我会放在这里 可以搜寻教授 是否容易给分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我有听过这个科目 其实说真的 没说是很不好的 因为真的看你 看这个课程中 你选哪一些科目 因为如果你在美国读书 也是那句很flexible 你很free 你自己喜欢哪一科都可以 总之你最重要是看 那个课程中 那些班是否适合你读 是否你想读那些 还有双科其实 读来读去的东西 其实都差不多 也要读b law 会计 经济 marketing 我上课其实很少写notes 以前学士学位又写 但到食士学位 反而没什么写 只是温书的时候 我会写下重点 我有没有其他一些专业呢 其实应该 其实买车 因为我要考证 所以我不知道叫不叫专业 而且我也有地产牌 因为我是 我读我的食士之前 我是回过full time 全职几年的工 我才重返这个校园 多数报读MBA 都是看你有没有工作经验的 但真的也是那句 也是看学校 有学校接受是没有工作经验的 但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建议 你读任何的master 不是这个business 也是有工作经验才再报读 我觉得会好些 因为一件事是 你刚刚才读完这个四年大学 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些什么 先做一下东西 吸收一下工作经验 还有跟其他同事的相处 之后如果你真的想读的话 再报其实也不迟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学生都有工作经验 才读他们的master's 而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你刚刚读完四年大学 你再要读书 可能读多一年两年 甚至三年 学费也不便宜 你会吸收到很多东西 因为人成熟了 所以会 你真的想读 你才读 你明不明白 所以你会想继续学东西 去读书 那个心态会不同 不像是妈妈逼要读书 会自己说是想学 我遇到同学 刚刚读完学试学位 之后报读MBA 真的不同一点 真的没什么人生工作经验 所以有时候读读上说的东西 他们可能有点不明白 我在Purpergan的成绩也不错 我的GPA毕业的时候 有3.5分以上 但去到哈佛之后 我的成绩是一般 所以大家祝我好运 经济和会计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没用的 因为我将来想做的东西 就是创业家 希望可以 所以我不会用到这些知识 但一件事就是 双科的学位一定要读 是require的班 我选美国的原因 其实不是我选的 是家里有人选的 因为我姐姐弟弟 也是在英国读书的 你们都知道 英国的小度跟香港非常相似 比较难一点 而且天气方面也不太好 非常开心 幸好没有去到英国 或者澳洲 其他国家 因为我知道澳洲是反过来的 那些时间 虽然我没去过澳洲 但我真的觉得我自己 适合美国多一点 石士对你的工作 其实是有用的 但也要看你的工作经验 因为我有同学 本身一直在那间公司工作 已经有学士学位 但他想升职 所以一直半工读 之后立刻升职 很多同学都立刻升职 一些企业 大品牌的公司 其实都会看你学历的 而且你第一份工 其实都很重要 即是GPA方面 因为他怎么去看你 你第一个老板 他什么都不懂你 当然是看你的GPA 以及你读哪一家大学 我很幸运 我完全没有这个学业债 完全没有债在身上 希望我解答到你的问题 如果解答不了的话 都放心可以去我的Instagram 可以看我的Live 因为我每一个问题都回答的 如果没follow我Instagram 就快点follow 而且记得like这个video subscribe我的频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和facebook 拜拜 拜拜